日本能登半島 開春七點六大地震 近新聞 雙特派突破陣遂段路 最快前進 最遙遠災區 強正海嘯浩劫 家語變色 日本政府婉拒國際援助 台灣唯一救災醫療隊 打直升機 趕赴孤島送暖 他們知道我們從台灣去之後 他們就會說 哇 原來還有人 記得他們 他們沒有被世界遺忘 從救災緩急 看資源分配 過去偵測防海嘯 總防太平洋面襲來 台灣能記取教訓嗎 他把這些浮標都放在比較 對 會去其他地方 所以這一次發生 能登半島發生的 是在這個 這一側 就看不到 災後危機處理 日本大陣全紀錄給台灣歧視 歡迎收看近新聞調查報告 日本能登大陣直擊啟示路 我是廖方傑 日本2024年開春第一天天崩地裂 下午四點鐘 七點六的強震 襲擊北路石川縣能登半島 劇烈的搖晃引發了海嘯警報 有兩萬多棟房屋倒塌受損 大火燒毀 道路撕裂 因為它的震源深度僅僅只有十公里 相當淺層 截至錄影這一刻 有232個人死亡 還有21個人失蹤 災區 石川縣 每年有12萬名台灣旅客造訪 金澤兼六元 千年歷史河滄溫泉 天皇下榻的高級旅宿加賀屋 都是台灣人的最愛 近新聞第一時間出動兩組特派記者 在正後隔天就趕赴重災區 從金澤往北突破坍塌的段路 到七尾 血水頂 花了單趟8小時的車程 最後進到最遙遠的重災區 輪倒和株洲 全記錄大地撕裂下的危機處理 在缺水 缺電 缺糧的情況下 採訪團隊把現有的飲水乾糧 都留給了災區 鏡頭外 也問到有居酒屋老闆 就不回妻兒 哽咽地說 只想要一台時光機 能夠回到過往快樂的時光 同時 我們更要從路段結構 海嘯市井等各面向 來提供台灣反思 2024元代日本能登半島天遙地洞 主陣7.6 黃遙 120秒 失去 Heart of the 原來又是Guyang 霸佛祭 日本新東市職業 時時遣線能登地區 139 天台 最重創地震 沙 shad 旅方地震 至近門開源 西山 無界 沙 shad 瀊賓 楊鴨礫 680 冰淚 中山 南米 鴨礫 哇 財丫地面 來吧 正後第二天 進行的採訪團隊平靜災區 這裡是能登半島中部西偉市 圓南當天震度六弱到六強 市區房屋東倒西歪 在西偉賣酒一輩子 大正襲來 店碎了 家也毀了 老闆臉上始終撐著笑容 但心有多痛 龜姑打掉重建至少得花一億日圓 兩千多萬台幣 不過眼下連最基本的生活 都有困難 其他地方都會有很多 所以這次會有什麼想法 對 現在在西偉這邊又發生地震 發生魚震 你可以看到剛剛整個 現在整個都還在晃 下一步還未知五強魚震又瞬間襲來 再往北重災區更是柔長寸斷 這是和死神搶時間的分秒必爭 無奈整排消防車 救護車 全塞在挺進災區的唯一道路 沿途路段被撕裂 進災區就像障礙在 小心翼翼跨過一道 還有另外一道 但待救的生命正慢慢消失 馬鈴翼跨過一道路段被撤裂 撤裂一下 挺進重災區輪到市 老房幾乎全毀 救難人員搶救最後希望 這是財布免許書 瓦力隊中是根本來不及拿的 黑色小皮包 還有長輩的花紋手提包 住家鑰匙 太太精精摟著遺物 貴重物品還能拾回 但家人的生命卻再也患不回 我剛才的母親 救出和搬送 殘忍被失去 強鎮壓碎了新年團聚 原本夫婦倆帶兩個女兒 會輪到阿嬤家過年 夫婦先行逃出 女兒和阿嬤被壓住 只能無奈先往高處躲海嘯 數小時後再回來 女兒成了冰冷遺體 阿嬤也在鎮後第三天被找到 一家五口 三人罹難 眼前這片瓦利堆 是佐久堅先生住了數十年的家 還有和妻子一起經營的居酒屋 殘破的家 每一步都好沉重 一片混亂中拼湊家的記憶 終於找到一張紙 看著看著 身體微微顫抖 小心翼翼收緊口袋 這是妻子特地設計的新彩單 如今也是僅存的念想之物 這是他太太畫的 對 因為整個都是賣的 所以大家應該是 這是泥 我應該是寶物 我們想要出一生懸命 出一生懸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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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到七層樓七層公司 如骨牌被推倒 直接九十度橫躺 壓垮了居酒屋 一家五口 只剩老闆和一對兒女 人生瞬間被掏空 但看到台灣記者來災序關心 難得露出笑容 因為喜歡台灣 知道鳳梨遭遇出口困境 還主動批來幫賣 問他現在最需要什麼 要求的是 時間機器 如果有那些 就沒事 還有什麼都要 沒有特別感覺 謝謝 重創後的能能半島 宛如戰後 石川縣政府統計 超過200人死亡 還有22人 生死未捕 超過3萬棟建物毀損 天災難防 危機處理 又給台灣 什麼啟示 這個路啊 真的是 非常小心的通過 我們觀察長正下的日本道路 儘管寸斷 但裂痕平整 甚至剛好斷在標線中間 至少單邊 至少單邊維持通行 不至於全面交通中斷 鋪裝機 它沒辦法這麼大 它只有這麼小 所以它只能分次去 給它鋪足 給它構築起來 那構築起來就會有所謂的什麼 施工鳳 大地震來的時候呢 其實它整個 就產生一個破壞面了 施工鳳反倒成了天然 抗震縫隙 土木技師龔祥生 本是特搜隊議員 要直奔救災 不過日本政府婉拒萬元 他熱血用休假 自駕 沖災去勘災 同樣直擊路面 筆直斷裂 他說關鍵其實不在路面 這只是面城 道路的關鍵是什麼 道路的關鍵是我的基層 當年921強震 台灣不少路面粉碎性毀損 超過700處交通阻斷 幾年前花蓮地震 路也碎斷 時至今日 即便工法進步 但借近日本 就算是最傳統鋪設工法 面層都來回壓13次 而且厚度少說20公分 台灣有時候多雨 你不能因為下雨的時候 就沒有去反覆覆散 抗震性能整個提升的關鍵 不是在表面的接風 而是關鍵在下方的路基土壤 它的施工要去落實 這個應該是我們要跟日本人 學習的地方 旅行的地區 就是整個建築 對於是要來回家 我已經在家裡 都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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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е theorize 都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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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知道 日本因為位儲板塊交界 常年深受七級以上的強陣衝擊 過去關東大地震 板神大地震 帶走了好幾萬人 2011年311的东日本大地震 规模更高达9.1 所以这几年 日本努力的加强耐震演练 如今全国已经超过八成房屋 都已经重新强化耐震 那为什么这一次能登半岛 仍然有两万多户瘫痪受损 快两千栋房屋是全毁的 这跟当地处于资源比较贫瘠的偏乡 人口衰老无力翻修有关吗 我们记者在现场观察 有不少小规模摊坊 跟大树横岛卡住道路 灾后都一个星期了 还没有清除 迫使车辆只能单向通行 这难免影响救灾的效率 深入探究就发现 石川县直到正后的第六天 才宣布紧急事态 初投入的救援人力 也不如2016年的雄本地震 日本专家就直言 日本国土发展 长期比较重视面太平洋的这一侧 像能登这样 面日本海的区域发展是失衡的 人口老化跟城乡差距的老问题 灾后也就被这样震了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24年1月初 我们开车单程8小时 才突破能登大镇最远灾区 株洲 当时还有37人生死未捕 救援车辆在漫天飞雪中 开得更慢 这无疑是几垮灾民 最后一根稻草 今天是1月7号 预报的气象是零度的 那么看到救援车辆进进出出 这里是株洲一所高中的收容中心 灾后第六天 没水 生活有够受限 那是没问题的 但是下水移动也已经被拒绝了 这将会怎么办呢 身上脏污跟蹄带的淤泥一样 还洗不掉 来到医护所 是人道组织HUMA设立 负责医生伊藤玉介 首属则参与过的地震任务 熊本土耳其大震都去过 这是他第四次救援 这位年近90长者 头上绑纱布外套还有写字 可见一周没有外衣换 加倍震毁还去拍照当最后纪念 抢回的记忆是 曾经璀璨的高尔夫冠军简报 收容中心人人有故事 阿妈坐在角落 数着学校的辉煌 一幅又一幅冠军锦旗 仔细摸上头的字 回忆着墙上 珠洲曾经充满希望 总指挥有认诚 但难为无人之催 有民众等不及政府自发送物资 诸州多年来人口老化凋零 位在北陆能登半岛最北端 并灾区轮倒更难抵达灾情更惨 曾经的沿海被海啸吞噬 你看看到在那个方向呢 就是日本海了 所以当时海啸就是从这个方向 一路侵袭过来到现在 到这里珠洲市 过去这里所谓海景第一排的 这些房子是全部全毁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你看这台车是 毁损的相当严重 那我们转过来这一头 你看到连续好几台车 屋顶上晒着湿了又干的书 所有物品都错位 海啸过后数不尽沧桑 能登地震死亡至少232人 房屋全毁1765栋 诸州死亡99人 4人失踪 搜救人员不放弃希望 搜到最后一刻才贴上清零标志 确认里面没人 日本政府投入复兴经费 目前40亿日元台币8亿 诸州市长受访谈经费 都有难言之隐 三一一大震后十二年间 日本各地强化房屋防震 为何这一次还遭重创 原来近五年能登半岛大小震不断 诸州市六千户住宅 百分之五十一符合国家耐政标准 跟全国的百分之八十七相比极低 全市这一次只剩十分之一房子六百户没倒 日本媒体还拍到倒塌的房舍有围楼标志 判定日是5月7号 推测是2023年5月5号 能登6.5地震后被判为围楼 上次没倒这次倒了 整个诸州像这样早被评定为 危险的361栋 要注意的689栋 偏乡穷壤 城乡差距 诸州难处是整个日本难处 全诸州一万两千五百七十三人 六十五岁以上超过一半百分之五十一 是石川县最高 许多木造房屋建于1981年前 长者无力跟上全国耐震更新 不像其他城市四通八达 路断了 港毁了 替代交通很难 这些地方有差别的地方 这些地方也不算是这样的 我们也有充分地整理了 这些大大地震 也不忍耐得不忍耐 日本国土发展重太平洋侧 东京等大城市都在这 能登所在的面日本海区域发展叫唤 让这一片北陆大地一直处于 常年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评论家点出观点 钱该用在哪区域平衡难题浮上台面 日美检视相较2016雄本7.3大震 这一回能登7.6泰宛成立中央层级应变中心 最初投入自卫队人数也比雄本少 再后第六天石川县知识 才宣布紧急事态 才宣示要用全部资源加速救灾重建 我们走访灾区观察 小规模的摊方树岛 到正后第六天都没清除 在来往山区的这个路上 像这样子的树梦的倒塌 同时的摊方 能造成像这样救援车辆 只能够单向通行 是这一次搜救进度被影响的 最重要的 日本的集体主义特别强 命令以及做效率会很好 但是上面的人没有下令的话 没有决定的话 大家都懂得去 日本是优如果断 但灾民就算有怨言 大多只在网络 媒体呈现的多半是共体时间 向老夫妇即便房屋全毁一无所有 只能睡车上分食小饭团 遇到消防车辆经过 还是行李制限 在灾区很难访问到怨言 顺民内敛是日本社会惯性 不公开抱怨 这一次天皇还没到灾区慰问 各党党魁也一致 决定不堪灾以免影响救灾 而不合群的参议员山本太郎 1月5号就深入灾区发物资 被骂逆风乌鸦 岸田首相本人事发两周到株洲 每日新闻报道有灾民骂 现在来作秀 共同社民调 4成3民众认为救得太慢 5成4认为很及时 褒贬各进办 但三成民众要岸田快下台 好感度创低 日本社会有人认为 救灾只是被地形延误 政治解读是非主流观点 另外有评论家指出 城乡差距因为长年缺钱 财政紧缩 应该大力建设能登 而驻杂灾区无国借记者则直言 这一次比起311 旧的没效率 不应粉饰太平 甚至今天 一直在三星期穿同样的衣服 他们甚至没有什么衣服 我非常惊讶 因为真实的声音 真实的需要 和真实的需要 和在网络上的资源 从政府的资源 需要台湾和其他国家的支持 但对照311地震 当时首相兼职人 三周后才到灾区 这就是日本的救灾政治学 有人愿意忍让共好 有人期待及时出现抚慰人心 日本社会在祥和表象下 压力锅底层 还有另一种声音 从白天到黑夜 这些事这一趟采访 留在记忆中最深的背景音 这些声音和平常的祥和成了对比 从空中俯瞰轮倒昭视通 正后大火烧到满目疮痍 灰烬中有一台停在炼痕 正前方被瞬间弃制地脚踏车 一场天灾项所谓同岛一命 移的是谁的命 日本政府这一回 玩具所有国际援助 唯一例外中的例外 是台湾灾难医疗队发展协会 广告后来关心 台日友好进口外故事 面对震灾 日本谢绝外国的援助 不过有例外 唯一前进灾区的台湾团体 是台湾灾难医疗协会 依循跟日本民间 非营利组织的双向合作 从空中救援到海陆送物质 台湾医师说 当孤岛灾民惊呼 原来还有人记得他们 与灾后上下一心的团结冷静 都令人印象深刻 直升机飞越日本灾区上空 机场玻璃映照中华民国国旗弊章 台湾灾难医疗队发展协会 先遣小组成员 在南登强阵后 前往株洲山边海岸小镇 小村庄宛如孤岛 断了对外联系 日本政府婉拒外国救难援助 唯独台湾来的他 身着荧光黄外套 是部立桃园医院灾难医学科主任 肖亚文 路断掉 他们很多的慢性病的药物 没有办法及时的取得 灾民只知道强症带走了很多人 他们知道我们从台湾去之后 他们就会说 哇 原来还有人记得他们 让这些灾民觉得 原来他们没有被世界遗忘 日本完全婉拒外援 台湾医疗队怎么会出现在日本 时间回到2024年1月1号 正在当天 台灾协会启动待命 与日本NGO非盈利组织保持联系 考量正在压杂压杂伤可能致命 备妥生理监视器 灾民在被倒下的建筑物压时间太久 对他的骨壳肌肉造成伤害 然后就会容易产生一些所谓的并发症 包括心律不整 包括后续可能需要洗身 1月3号凌晨台灾协会 四人先遣小组出发 荣誉理事长医师肖亚文 秘书长柳玉翰负责医疗后勤 发言人王维德 同时也是护理师 以及常务理事 高级技术救护员江尚佑 在这里有什么地方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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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他桥段花了整整24小时 医疗小组抵达最远灾区诸州 没时间喘息 立刻可用工作 本来就有合作备忘录的签署 那我们就是任何的必要的协助 我们都会提供 巧的是震灾发生前两周 他们才参加日方演练 碰上大雪极端气候 我们自己都觉得 好像有点不谋而合 在雪地中送装备 因为那个是路面是不好的 那下雪之后 你又看不到那些 傲动的地方 所以其实在驾驶上是 是有点挑战的 模拟雪序 谁都不愿发生在现实生活 协助自卫队搬运物资 台湾医疗队也进到物资船 不分你我 港口旁边去帮忙做一些物资的运补作业 港旁边的这些建筑全部都是 不只被震倒 而且它是整个淤泥全部都覆盖过去 灾后触目惊心 黑夜一度误入地震坍塌现场 但冒着风险往返灾区 避免耗费资源 这是台湾医疗队的温柔 走过全球意外现场 却独独对日本的救灾能量 印象深刻 感触真的是好安静 街道上是非常安静的 然后你可能唯一听到的声音就是 救灾车辆的那个鸣笛的声音 庇护所里面也是很安静 你不会听到有人就是我们想说 会有伤心啊哭啊 或是因为物资分配不均吵闹 几乎都没有 灾民协助发放物资 上下一心团结渡南关 就在一个礼拜 自个儿也感冒病了 有状况有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是会去援助 这是双向的 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承诺 有空了 从整理环境到健康照顾 从群马或者更远的地方过来 他也很感谢我们从台湾过来 因为他也觉得说他从群马来 其实没什么 他觉得我们从台湾来 可能更就是觉得更遥远 台湾的各位 是请请支持 资州市长鞠躬感谢台湾持续宋爱 出身高雄岐山的台桥医生 石川县台湾交流促进会理事长陈文笔 代为募集台湾祭底的电暖炉 暖暖包等物资 与在台日人留学生以有限的人力冒着冰雪 自发送往金泽市 放眼所及的大地伤痕累累 但台日友好的互助情感 能当地震引发海啸 晚如末日的场景能够预防吗 台湾防灾还疏漏了哪些 有学者观察轮倒潮汐图 推断在灾前19个小时 潮汐就暗藏血迹了 却没有人解决到 同号后马上回来 台湾和世界能从这一次的天灾学到什么呢 这是12年前311强震以来 日本首次发出同级别的海啸警报 而这一震也震出了沿岸的海底隆起 根据气象厅卫星的照片 原本海底被震到地面 沿岸就多了像这样一大块红圈圈当中的灰黑色陆地 它相当于9个大岸森林公园 在水下的海啸侦测仪 也因为海底隆起而失灵 没有办法回报数据 甚至港口旁的海水消退 反而多了道路可以行走 专研海啸的专家 中央大学教授吴作任 比对潮汐之后发现 其实早在1月1号前19个小时 就有一股能量蓄积了 可惜没有人先观察 他也点出台湾现在防范海啸市井的 海啸浮标仍然有所疏漏的警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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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3.1一样 这是株洲被海啸袭击画面 水灵沉下 阿嬷还慢慢走 现在怎么回事 逃离 逃离 跑在驾驶关键时停车救人 车才一开动 水从四面八方袭来 宛如有世界末日 居民会这么状况外 因为12年前3.1一镇央在海上 海啸打到岸边还有时间发警报 这次镇央在南丹半岛 现地海啸有警报 没时间反应 空盘镜头看得出海啸采矿 地震后 轮岛跟株洲沿岸 出现日文字海底露出现象 也就是海底隆起到地面 日本镜像厅定正前后卫星照片 株洲市长桥顶 渔港海岸线后退 并是多了这一块灰黑色新土地 原本该有水的港内变陆地 人都可以走 使得这一段海啸侦测设备失灵 影响预警 诸州跟轮岛正后地表龙起约 四公尺 南丹半岛更增加240公尺 相当于九个大安森林公园面积 中央大学 水文于海洋科学所教授吴坐任 是台湾海啸专家 就对你来说 你觉得这个很少看见 很少看见 他钻研潮汐图发现重大歧视 画面橘色线是轮岛港内 正常时潮汐波 紫色是这一次地震前 测到突然变大潮汐 两图相减如下图 时间差达19小时 换言之在人类有感 1月1号下午4点10分前 地下已经蓄积19小时能量 蹲低又跳高 他已经记录到说 水涨起来19小时 无意中他已经 似乎已经抓到了一些 海啸的行为 这波长是由架在 渔港潮汐测得 潮汐测过去并没有 专门测海啸 这19小时天意 即使防灾大国 日本人也没及时参透 目前推测海啸三种方式 第一个最贵建置最少20亿 海底专测正坡电缆线 台湾东部外海就有一条 第二个单科至少1亿浮标 一有正坡就回船 第三个成本最低最普遍 高度运算系统 一发生地震 以参数估计海啸发警报 无座任就是台湾开发 预算系统学者指出 三种方式好处是有数小时应变 但值得海啸浮标 布建图欲重心肠 这是以前发生的地震 所以它就根据这些地震 去来布设这个海啸浮标 因为这是美国的 它要预警美国的 所以它把这些浮标 都放在比较远 会清洗它的地方 所以这一次发生 南登半岛发生的是 在这一侧就看不到 人类忽视背对太平洋这端危害 能登半岛位在日本背太平洋面 人口少 经济缓 降低灾损 反观台湾都在防太平洋 却忘了台湾海峡 台湾偏偏人口发展都在西边 因为老天爷总是 在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发生 同样的台湾也有类似的问题 台湾的这个问题是 台湾常常海啸是来自于 南中国海的马尼拉海沟 这地方也就缺了一个浮标 出售海啸灾情惨 就是因为半岛地形 海啸打回陆地不断拍打半岛本身 一波未平 一波幼气 这是我们在诸州离海一公里拍到画面 一只被冲上岸的大鱼尸体 天灾无情 防灾无可回避 没有人希望运落生命 天灾重创了产业 能登半岛的青年和苍温泉相当著名 石川县每年吸引12万台湾人 是外国旅客之冠 还有新航线直飞 刚刚也提到过 加贺无旅馆是日本百大旅馆排名第一 天皇跟李登辉前总统都曾经下榻 如今灾损最少破兆日元业绩掉了七成 观光协会局长说 游客重回赏银 就是帮助他们站起来的最好方法 这是日本富山县富山渔港 2024新春强震后第一批无货 渔获加冰装盒卖到日本各地 这款蓝色盒装 注册商标冰箭寒师最贵 狮鱼明眸发亮 因为在寒暖流交汇富山湾捕捞而得名 长一公尺重至少6公斤 因为价格至少台币2万 强震是否冲击于货产业 根据2022年日本水产白皮书 全年水产出口总值3873亿日元 目标2030年翻3倍 施鱼是最重要出口项目 但先因2023北海道海水升温 这一次再因地震延宕捕捞而减产 奈述宇猪 正后几天台湾这一头上演 空运12公斤顶级狮鱼解体秀 透過石川特展駐日震災 在金澤開餐廳台灣人高大姐 移民日本邁入四十年 地震發生前一天進貨 暫時不擔心 期盼後續供貨能跟上 還是會擔心今後 我們要進的貨 可能就沒有了 所以也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意 開車前往南登半島 高大姐一路帶我們看災情 河桑溫泉是北陸旅遊勝地 蟬聯日本旅館白選冠軍的嘉賀屋 天皇夫婦跟李前總統都曾下榻 這一次從室內到室外都被震裂 嘉賀屋使很多台灣遊客共同回憶 當地台橋組織希望幫忙重建 因為真的在這種情況下 還是我們大家就是互相協助 災後飯店員工熟練進入備證模式 一邊備妥安全帽在櫃台 一邊持續上班努力復工 觀光協會懇請遊客以行動支持 從1995年版神 2011年東日本到2016雄本 跟這一次2024能登地震 損失都破兆日圓 可能折損2024GDP只能保四 不是百分之四 是卡在全球第四經濟體無法前進 產業停頓災損還會擴大 突破路段前往輪島途中 招牌寫著這裡是七季故鄉 能登半島是細藻土含量最高地方 土質年度是七季聞名 是觀光亮點 如今全島各景點滿目瘡疑 這是暢銷卡通 無敵鐵金剛作者永錦豪紀念館 正後遭到柱容毀損 過去超大尊無敵鐵金剛不存在 還好漫畫原稿得以保存 在天林黑島這個非常重要的 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 最指標性的建築物就是旁邊 這個角海家 但是經歷過這次地震 現在完全一味平地 碎裂瓦片散落一地 輪島是百年古蹟建築角海家 因為使用黑色瓦片 從至高點往向望形成獨特景色 2007年曾遭遇地震 四年才修復如今又震碎了 就連預計今年夏天開幕的接待所 還有七尾的電影場景都無一倖免 這個景點有在當地其實非常的知名 因為在過去 在日本有一個動漫叫做 放學後失眠的女 他們當時就在橋面 還有包括在藥局這邊 都出現在電影的場景裡頭 沒有想到面臨整個崩塌坍塌的狀況 逐州建復島是二度被正道土方散落兩側 每次遇到天災崩塌的是信心 能重建的也是 正如建復島前這座祈願中 一隻死了數天的烏鴉躺在佛像後方 此極與希望永遠並存 地震震源只要深度越淺 越靠近地表破壞力就會越強 30公里以內都算是極潛層地震 921大地震深度只有8公里而已 造成7萬人死亡的中國汶川大地震 深度19公里這一次能登魚震的深度 甚至只有10公里根本防不慎防 那我們到底能夠做好什麼準備 降低衝擊呢 像是加強核電廠的安全性 在311東日本大地震前 日本有51座核反應爐 支撐全國四分之一的電力 在福島核災之後 日本民眾對核電的不信任感暴增了 橘黃色亮起來的就是報廢了24座 所以核電一度在日本能源佔比 降到了5% 但是沖濾電需要時間 在衡量能源的供需上 這幾年又重啟運轉了12座的核子反應爐 全部剛好都在日本的西岸 不過這次強震 世界最大的勃奇異語核電廠 有部分的機組燃料水溢出了 雖然只是引發虛驚 但是311核災噩夢又被喚醒 如果天災再度來臨 領海的核電廠都準備好了嗎 正化311地震核災悲劇再度上演 台春隆登半島遭到7.6級 極潛層地震襲擊 日本內閣及氣象廳 緊急監控海嘯和核電廠應變 最大強震和上百起的余震 火災 樓塌 交通中斷 最靠近正央的滯核核電廠 機組變壓且漏油 幣無最大的勃奇異語核電廠 也傳出燃料池 具有放射物質的冷卻水外溢 引起日本民眾恐慌 福島核災的激勢感 悠然而生 311時因災防處置不當 首相堅持人被拔關 而這場天災引發的後續災難 更讓日本人審視自己對核能發電的立場 在福島核災以前 日本核能約佔總發電量的25% 但經歷害人的核子事故後 日本一度關閉所有核電廠 至今東日本沒有一座核電廠重新運作 目前正在運轉的六座核電廠 都集中在對側的西日本 核電占比縮小至5% 然而去年除了排放核廢水位 日本其實悄悄修法 將原先核電廠營運的40年年限 拉長到60年 預計2030年 核電占比要重回兩成以上 就在能登牆陣發生前五天 原子能管制委員會 在去年12月27號宣布 解除對薄奇異語核電廠的禁令 只要當地現實政府批准 就能重啟 十多年間 日本社會對核能的討論 從廢爐變成了炎異 180度的大轉彎 關鍵因素脫離不了能源危機 無惡與中東戰亂 讓世界的能源穩定出現了缺口 日本產經省在2022年 發布了史上第一次 電力供需緊迫注意報 首都東京的電力被轉率 跌破5% 在要求乾淨能源 又不能太貴的全球共識下 何能重新回到談判桌上 我們還沒有找到 根本燃營運的能源 除了核能力 除了核能力 希望是 新的能源 像天空和風 可以擁有 可以讓它 低電力的能源 但這需要 能夠儲存的能源 或移動它 很快地移動 現在 這並不是 經濟競爭的能源 因此日本端出的新能源戰略 要在安全的前提下達成能源穩定 又要兼顧經濟與環境保護 只能繼續使用核電 為了重啟核電 日本積極進行核災預防演習 日本政府是 TEPCO等電力業界含有安全訊息 所以我覺得是重要的 結果 去年11月日本水護士模擬測試 東海第二核電站的遇難狀況 結果發現災難發生時 許多安全裝置變成裝飾 機器停止運行 核輻射物質因而擴散 南日東海第二核電廠 方圓30公里的範圍內 居住了92萬人口 如果真的遇難 將會是最艱難的撤離計畫 我沒有在焦慮的核電性 我一直以為核電力安全 核能隨時限下最乾淨的能源選項 但意外發生時 卻沒有人擔得起核災造成的毀滅性結局 日本政府在電力供給 和核子災難中權衡利弊 現任政府選擇先解決眼前的問題 然而這項決策是對是錯 只能以時間來演奏 透過這次日本強震 我們發現人類過去總把防災重點 放在面對太平洋這一側 去忽視了另一側的危害 像是這一次日本內海的海嘯直撲 所以學者疾呼臺灣應該強化 面對臺灣海峽這一端的海嘯衝擊 未雨綢繆 並且定時針對人口稠密都市 防災和偏遠地區的救災引煉 這是能登地震 臺灣最該學到的啟示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廖方潔 我們再會 為2 鼓掌 der